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 不信因果 流血不止 阿瑶从小身体就比较虚弱 工作之后更是时常感觉体罚无力 没有精神 好累啊 真是太累了 阿瑶 你的身体状况实在是太差了 整天没有力气 继续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是啊 阿瑶 我看你得补补你的身体了 我们一个月那点工资 也就能吃饱饭 哪里还有钱买补品呀 阿瑶 其实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不一定非得吃补品吗 那该怎么办呢 多吃素放生 积德行善 让自己身上的福报多起来 这样的话 你的身体自然会慢慢好起来 阿瑶 你别听他的 他是学佛的 自然希望你吃素放生 就你这身体吃素哪行 阿瑶 我们城郊的那条河里有善鱼 你不如趁周日休假去抓几条 要知道 善鱼可是最补元气的 对呀 这个主意不错 明天我就去抓善鱼 阿瑶 你别听他的馊主意 这可是杀生啊 这样做不但不能让你的身体健康起来 还会越来越糟糕 我们老家 要是谁大病出狱 那一定要用善鱼包周来补身体 由此可见 善鱼是非常滋补身体 阿瑶 你不能杀生啊 杀生是会遭到果报的 你别说了 我可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果报呢 就这样 阿瑶每到周日便会去城郊的河边捕捉善鱼 然后带回去包周 哎呀 阿瑶 不错哦 竟然抓到了这么多条善鱼 嗯 那条河里的善鱼真是不少呢 那你以后要经常去抓 多吃点善鱼粥补一下 你的身体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可是这些善鱼该怎么处理呢 用它来做善鱼粥啊 首先弄好一锅米 然后将善鱼的尾巴砍断 将其丢进米锅里 让它一边流血 一边在锅里游动 要知道 善鱼血可是最滋补身体的 嗯 然后呢 然后当善鱼的血流得差不多了 就用慢火包周 这样包出来的周是最滋不仁的 好的 我来试一试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 阿瑶每周都会去那里捕捉善鱼 然后带回来包周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这一年来它捕杀善鱼非常多 可是吃了整整一年善鱼粥的阿瑶 身体不但没有好转 反倒生了痔疮 常常疼痛不已 阿瑶她今天又去河里抓善鱼了吗 没呢 她这几天身体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一下了 我说什么来着 吃善鱼那是杀生 根本不可能让她身体好起来 小松 你别听那套什么因果报应的理论了 阿瑶不过是痔疮犯了 这跟沙善鱼有什么关系 阿瑶 你回来了 去医院查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医生说我的痔疮很严重 痔疮本来就是很平常的病 生了痔疮有什么关系啊 大不了做个手术就痊愈了 医生说我现在的情况真的需要做手术 阿瑶 那你现在打算要做手术吗 当然要去做呀 要不整天让痔疮这么折磨我 实在是太难受了 阿瑶 我倒觉得你之所以生了这样的病 那都是最近这段时间杀生太多的缘故 行了 别再说你那套荒谬虚无缥缈的说辞了 阿瑶最近不过是抓了几条扇鱼而已 什么叫不过是几条扇鱼啊 那可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阿瑶 你杀害了那么多生灵自然会遭到果报 所以你得的是因果病 啊 因果病 没错 就是因果病 所以阿瑶你还是对过去做错的事进行真心忏悔 并且多做一些放生护生善举 这样才会得到谅解 然后再去看医生治疗 双管齐下 这样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阿瑶 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 还去做那些无聊的事情 有病就得去医院找医生 该吃药吃药 该做手术就做手术 我相信这样就会好的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已经答应医生下周去进行手术了 转眼到了做手术的日子 阿瑶来到了医院准备进行治疗手术 你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对了 医生 这个手术麻烦吗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很快就会处理好的 希望赶快好起来 痴疮并不大 但可真让人受不了呢 你放心好了 这只是一个小手术 手术后你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了 就这样 阿瑶进行了痔疮手术 然而原本非常简单的小手术 却出现了失误 让阿瑶落下了一个病根 每次大便的时候总会喷出一滩血 阿瑶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小小的痔疮手术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 别提了 谁知道这么一个小手术 会搞成这样 你们不知道啊 阿瑶他每次上厕所时 都痛得哭天喊地 哎 让我听了心里真是难受 身体疼痛还好的 可是天天流那么多血 让人吃不消啊 可不是嘛 这样下去 你的身体哪受得了啊 哎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要受这种罪啊 阿瑶难道你现在还没有 把自己的病情和杀善鱼连结起来吗 哦 难道我这病真的和杀善鱼有关系 难道你没听说吗 打鸟三年 痛十年八载 杀生的罪业可是很重的 莫非这真的是现世报 我把那些善鱼尾巴砍了流血 所以报应就让我屁股流血不止 那我是不是也会这样一直流血而死啊 阿瑶 你不要乱想的 哎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听那种因果理论 或许他说的没错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 他天天都会拿着弹弓打鸟 一个钢猪射过去 树上的鸟便会应声落地 羽毛似飞 血流满地 身受重伤 死亡 后来我那朋友得了怪病 后背上的皮肉不停地溃烂 身上流出来的血 粘在被子上凝固成一块块血迹 而这跟鸟雀的身形非常类似 鸟雀形状的血迹 这么说他这也是遭到了果报 没错 之前就有人对他说这样做是要遭果报的 可他却以为不知者无罪 结果呢 还是得到了因果病 那后来呢 后来我那朋友决定不再打鸟 他认为只要自己以后不再犯了 病情就会慢慢好起来 可是他的病却丝毫没有好转 即便及时收手都无法被原谅 那该怎么办呀 难道真的要一直痛苦下去吗 除了及时悔改 真心忏悔之外 杀生的人还必须得多做一些善事 来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罪业 没错 我那位朋友最后开始学佛放生 每周都会参加放生法会 一年之内放生了上千只鸟雀 说来也是神奇 自从他开始放生后 他的身体竟然慢慢好转起来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啦 如果你的朋友没有说那句 打鸟三年痛十年八载 我还真想不起这件事情呢 所以阿瑶 如果你得的真是因果病 那也应该多多行善放生才行 好的 我明白了 嗯 从那天起 阿瑶便开始每天虔诚拜佛忏悔 希望得到那些被自己杀害善鱼的原谅 除此之外 他更购买一些生物放生 其中放生最多的就是善鱼 路上阿瑶拎着一袋子善鱼走着 这时候两位路人看到了阿瑶袋子里的善鱼 哎呦 怎么有这么多善鱼啊 而且体型都不小呢 哎 这位朋友 这些善鱼你卖不卖啊 这些善鱼我不卖的 这么多善鱼你也吃不了 不如就卖给我们一些吧 哎 不瞒你说 我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想把一些善鱼熬汤给她补补身体 啊 这些善鱼我是买来放生的 而且我劝你 也不要让你妻子吃善鱼 那样的话 是会遭到果报的 说完 阿瑶拎着装满善鱼的袋子 朝河边走去 两位路人既吃惊 又不解地看着阿瑶离开 河边 阿瑶将满满一袋子的善鱼 倒进了河里 那些善鱼被倒入水中后 立刻高兴地游走了 对不起 以前我伤害你们太多的同类 我知道错了 希望我现在放生能够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 就在阿瑶对着河里善鱼何时忏悔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河里那些原本四下散开游走的善鱼 竟然又重新游回来并聚在了河边 然后纷纷朝着阿瑶点头 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看来万物皆有灵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阿瑶竟然奇迹般痊愈了 而且身体也变得比以前更加健康 哈哈 阿瑶终于要回来上班了 这么说你已经痊愈了 是啊 哎 你们发现没有 阿瑶的气色也比之前好许多 是啊 这段时间我不但病好了 身体也觉得越来越有力气了 小松 这一切都得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教我学佛 念佛 读经 送咒 放生 护生等功德 我的病可能现在也好不了 或许真的会一直流血到死 所以说佛法是非常神奇的 大家以后可不能再做那种杀生的罪业了 得多多行善放生护生 这样广积善果 身体才会健康的 众事友听后纷纷点头赞同 小松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狼王与母亲 大雪封山的寒冬 对于山林里的动物来说 无异于末日降临 连续几天的大雪 让食物变得极其匮乏 这种环境 对于狼群来说 可谓是灭顶之灾 此时最着急的当属狼王了 他如果再找不到食物的话 整个狼群 很可能会将他这个不称职的网给吃掉 孩子 有什么发现吗 一点食物的味道都没有 到处都是雪 这片区域除了我们 应该不会有什么动物了 孩子 这样下去可不行了 大家好久都没有进食了 若不快解决这窘境 他们会认为你这个狼王 没有能力 无法率领狼群生存下去的 妈 我知道 他们已经饿得快发疯了 如果再找不到食物 我们将会变成他们的食物 放心吧 我一定会带领狼群熬过严冬的 你们还有力气吗 有力气的 就跟着我出去寻找食物 若一直待在这里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寻找食物 这片山林我们都快走遍了 也没找到食物 难道你有什么发现吗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 我看还是不要白白浪费体力的好 难道每天只趴在这里 食物就会送上门吗 想填跑肚子的跟我走 狼王说的对 我们应该去寻找食物了 没错 我也要一起去 接着一只只狼都纷纷站了起来 狼王看了看他们 脸上露出笑意 然后转身朝山林里走去 众狼紧跟其后 而走在最后的狼王母亲 也才松了一口气 走在最前面的狼王 举目望去 茫茫雪山草原 连个活动的影子都看不见 顶着风耸动鼻翼 除了雪的阴冷的气息 闻不到任何鲜活的生命气息 叶物在哪里 食物在哪里 就在他有些绝望的时候 突然隐隐嗅到了食物的味道 是食物的味道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哪里有什么食物的味道啊 我绝不会闻错的 你们快跟我来 我也闻到了 好香的食物啊 狼王 我们快赶过去 饱餐一顿吧 大家别太冲动 先小心地看看情况 再做决定 说着 他带着狼群 小心翼翼地 朝那片树林边缘走去 当他们来到 树林边缘的时候 一眼看到了 树林旁的一片空地上 有一大块食物 食物在白雪上 显得格外惹眼 好香啊 太久没吃到食物了 我们赶快过去 每餐一顿吧 我也饿坏了 快点过去吃吧 慢点 那有可能 是猎人设下的陷阱 你们也不想想 这里为什么会有 这么一大块食物呢 对啊 是猎人设下的圈套 几率非常高 没错 猎人很可能是想用食物 将我们从山林里引出来 然后一网打尽 但若不是陷阱呢 对啊 我们总不能 只远远地看着那块食物 却不吃吧 万一被别的动物抢先了 那要怎么办呢 没错 嘴边的食物怎么能放弃呢 而且我们都好久 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再不补充体力的话 就算不被猎人打死 也会活活饿死的 狼王 你来拿个主意吧 我们该怎么办 吃不吃那块肉呢 是啊 如果白白放弃那块食物的话 实在是可惜 看来 派一只苦狼去探探路 并将那块食物拖回来吧 苦狼是狼群社会 一种特定的角色 当遇到非牺牲个体 才能保全种族 这样的严峻关头 苦狼就义无反顾地 冲出来自我牺牲 苦狼这种角色的产生 不是世袭制 也不由狼王指定 也不是按社会地位 或阶级来排列 而是按一条 十分简单的标准来领选 那就是年龄加衰老度 狼的理解是 老狼生命的烛光快熄灭了 与其让它毫无价值的自然死亡 还不如让它 为群体更好地生存 奉献最后的生命 现在狼群里最老的狼 竟然是我母亲了 不行 我可不能让我的母亲 做苦狼 狼王 你不会是想让我来 做苦狼吧 是的 没错 狼王 在这个狼群里 我还不应该是苦狼吧 哦 是啊 图猫可不是我们族群里 最老最弱的狼 让他做苦狼 可说不过去呀 狼王 请你再仔细地看一看 重新选苦狼吧 啊 在狼群社会中 管你是训味的狼王 或是昔日的王后 甚至是狼王的哥哥姐姐 还是父亲母亲 一概不存在 可以赦免当苦狼的特权 选苦狼唯一的标准 就是年龄加衰老度 即便是狼王 也不可破坏这条规则 假如谁 胆敢违背这条规则 将会受到惩处 狼王 你选定他了 还没 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让我去探探路 哎 妈 你什么也不用说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冒险 但你别忘了 上一位狼王 是怎么被推下王位的 他当时就是为了 不让自己的母亲 去做苦狼 从而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最终 你才有机会登上王位 孩子 你可不能重蹈覆辗啊 可是妈妈 你对我的恩情 我还没有报答呢 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 那次中了猎人的陷阱 妈妈救我 妈妈救我 哎呀 我的孩子 大家快帮帮我 救出我的孩子啊 你不能过去 为什么 妈妈 我的儿子被抓住了 狼王 请让大家帮我去救救他吧 你知道吗 那是人类捕鸟的王 他们肯定就在附近 为了一只小狼 而让整个狼群 暴露在危险中 实在不值得 不 我得去救我的孩子 妈妈 快救救我 孩子 不要怕 妈妈来救你出来 猎人来了 赶快离开这里 否则你也会成为 他们的猎物 狼妈妈不为所动 依旧不停地咬着绳子 这时候 一只猎犬 狂叫着跑了过来 狼妈妈此时 已经咬开了几个网扣 她起身朝着那只猎犬 发出一声大吼 那猎犬吓得 竟然飞快地跑了回去 狼妈妈继续地咬着网绳 狼 前面有狼 快拿出猎枪来 我们捕鸟的网 不会网到了一只狼吧 不好 猎人已经很近了 狼 果然有狼 它在干什么 管它在做什么 赶快开箱 妈妈 你流血了 你快逃走吧 孩子 妈妈不会丢下你的 说着 她继续使劲咬着网绳 第三个网扣被咬开后 小狼顺利地从里面钻了出来 当初 我中了猎人的陷阱 是你不顾自己安危 将我救了出来 而我现在 却让你去试探猎人的陷阱 这种不孝的行为 我万万做不到 孩子 我知道你的苦心和难处 但是你现在是狼王 如果狼王都不遵守狼群的规矩 那整个狼群可就乱了 你是狼王 带领大家走出困境 是你的责任 嗯 正如狼王所猜测的 那块食物正是猎人布置的诱饵 他们想用这块食物 将山林里饥饿的动物引出来 两位猎人在不远处的一堆树丛后 观察着空地处的那块食物 这时候 狼王母亲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她小心翼翼地朝那块食物走去 有一只狼出来了 这片山林果然有狼 抱开将 为什么呀 这里应该生活了一群狼 他们这时候一定在附近观察了那块食物 而这只狼只不过是来试探的 这时候 狼王母亲已经来到了那块食物旁 她用鼻子吻了吻 然后叼起了那一大块食物吃力地拉着 可那块食物已经被冻在了地面 她用尽力气也拉不动 还不开枪吗 你着什么急呀 她没有吃那块食物 而是想将食物带回山林 那就说明 在山林里有她的同伴 我放着这块食物的时候 在上面浇了水 现在已经完全和地面冻在一起了 她独自脱不走的话 一定会有同伴来帮忙的 到那时 我们捕获的 可就不只是一只狼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真聪明 怎么回事 她为什么还不把那块食物带回来啊 她不会想要独吞那块食物吧 她在那里那么久了 也没有危险 看来 那块食物应该不是猎人的陷阱 我们也过去吧 我看 是那块食物被冻在了地面上 我们也过去帮帮忙吧 哈哈 果然就像你说的一样 狼群真的从山林里跑出来了 现在准备捕猎吧 好 不好 有火药的味道 大家快回到树林里去 狼王话音刚落 砰的一声枪响 子弹一下子打中了 距离猎人最近的狼王母亲的腿上 她一下子跌倒在地 啊 有猎人快跑啊 中狼狼狼狼狽地朝山林里跑去 后腿受伤的狼王母亲挣扎着站了起来 她也一拳一拐地跑着 但受伤的她却无法跑快 这时候 哼的又是一声枪响 正打在狼王母亲身旁的雪地上 狼王母亲惊恐地大叫了一声 孩子 救我 此时 狼王带着重狼已经跑到了山林边缘 马上就要钻进山林 狼王听到母亲的喊声后 一下子站住了 她扭头看到自己受伤的母亲 正吃力地 一拳一拐地朝山林这里跑来 于是 毅然转身朝起跑了过去 狼王 你要干什么 我要回去救她 太危险了 狼王 你怎么能为了一只苦狼而冒险呢 它是一只苦狼 但更是我的母亲 狼王飞快地跑到母亲身边 然后用自己的身躯将她拖起朝山林跑去 子弹从他们身边呼啸而出 但狼王还是顺利地背着受伤的母亲 跑进了山林 傻孩子 你不要命了吗 妈 我小时候你救我时 不是也不顾自己的性命吗 哼哼哼哼 繃 발생电视台 铿月 银月 账号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救护生命 赞彰法师赞彰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日期6月4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厄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山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逛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如报名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十地菩萨的南圣地菩萨 是五地的菩萨 他的修行不但圆满了禅定 更证悟了真实的地理 他离诸戏论 不讲说错误 没有意义的言论 违背真理 不能增进善法的言论 他证悟空有不二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这是极难到达的阶位 所以叫做南圣地 我们家路坚cave 在这里 我们家路坚cave 下海 聚不想 都一路坚cave 我们家路坚cave 只要爹 马 therefore 签 雪 使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旧旧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